球员时代的格拉维森,只是一名中产突出,他二位表星号,被产生输职后了。 2000年,格拉维森加盟欧福队,曾和国足名次里久做过队友,凭借在拥差被产生的出色表现,格拉维森加盟缓码,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巅峰。 但最终,因为在训练中和当时的巴西天才罗比尼奥大打出手,格拉维森被缓码清洗。 值得一提的是,2006年时,格拉维森曾希望缓码将格拉维森出胜给自己,但最终,这一题目被缓码方面拒绝了,格拉维森与中超擦肩而过。 此后,格拉维森的职业生涯及转直下,2008年,32岁的格拉维森就退役了,当到国家地生涯,格拉维森出厂六十六次,在进五行,退役之后,格拉维森才迎来了真正的人生巅峰。 在拉维森的赌场,格拉维森驰骋江湖,开康扑克迎走俩八千万英镑,折换成人民币高达气溢,这是很多职业球员一辈子有证不大的收入。 现在,格拉维森住在美国拉维森的别墅区,他的邻居是网球民宿奥加西、哈兰利云星与古拉斯开启等。 当然,格拉维森也不是逢得病人,此前有报告称,格拉维森也曾一场收掉了四千二百万英镑,但毫无疑问,格拉维森真的是有一颗弹心脏,管得也很大。 现在,格拉维森真正过意,七个还是美国超模,住着豪宅,享受着神仙般的生活。